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人因有本无所去 素因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 我是红准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今天台北股票市场指数呢 大涨对不对 创下新高了 但是呢 我昨天就已经跟你讲了 我们在做逢高减码 我们在股市在高档的时候 我居然在卖股票 但是呢 我现在的普通会员 一般的会员 我昨天把四档持股 三档全部卖掉 然后我只留这一档股票 那这一档股票呢 今天亮灯涨停板 是什么样的股票 有什么内容可以学呢 待会继续看下去 指数的大涨 我在之前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从12月4号开始有没有 这个川普啊 他嘴巴很坏 他嘴巴真的很坏 他当时呢 在12月4号跟大家讲说 跟中国大陆的协商没有期限 所以呢 当时的股市是中错了嘛 当天盘中一度重跌 将是120点 但是我跟你讲说 你不要怕 真的不能怕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甚至还拿这张图给你看 我说现在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大豆跟猪肉展开 排除关税的工作 所以未来他们是非常有机会来达成和谈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很多市场的新闻了 都开始告诉你说 中美贸易大战之间可能会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 然后呢 你看到中美贸易大战准备要签署的时候 跑进去买股票 结果你今天的结果是什么 指数的部分开高走低 贵买市场油红翻黑 它油红翻黑 所以呢 你说昨天卖股票对不对 但是我也不是因为看到指数大涨 就觉得说行情已经要转折了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结构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 对不对 比如像说 上市贵上涨加速跟下跌加速来比较 所以呢 当我的上涨的加速 当我指数在大涨的时候 请你注意嘛 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哦 上涨加速远比下跌的加速 还要来的更少对不对 跌的比涨的还多 你告诉我你在这个时机点上面 你要去买股票 你不会被电吗 所以你反过来 我昨天告诉你要出的股票 那些出完之后是不是都杀下来了 甚至我们唯一留的一档股票 它今天怎么样 所以会买股票的是土地 会卖股票的才是真正的师傅 选股一定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当股市来到高点的时候 我告诉你我是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我是一个操盘手 所以我要你在逢高来去做解码的动作 因为当一次在一次利空来袭的时候 那个才是你可以低接的位置点不是吗 1140点的台股你不敢接吗 在这个地方我叫你去接股票 赶快去买股票你不敢买 涨上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疯狂的 你才想要去追股票 当然永远都是追高杀低 当然你赚不到钱 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那我现在现金满手 当我指数回来的时候 未来主流族群出现的时候 我就会用力的去考 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工商的 这个主动赛里面 取得一个战胜大盘两倍的成绩 战胜大盘两倍的成绩 而且每一次的操作 我都用无党股票决胜负 我不是跟人家用那种10党20党 然后有涨的就拿出来秀有没有 没有就是无党股票而已 精简持股就是我们风行操盘式的 操作原则 包括我的任何一个会员 任何一个层级的会员 他们的股票都不会超过四党 他都不会超过四党 所以因为你的股票很精简 你才有办法在行情变化的时候 快速的去做反应 否则你现在问问看你自己 你手上有10党20党的持股 你哪一党加起来 你全部的总绩效加起来 你有赚过超过这个percent吗 你有赚超过16%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找专业的人来协助你 台北股票市场真的 他已经来到一个相对高的附近了 当你来到相对高的附近的时候 你要了解你应该要做什么 巴菲特有讲过一句话 风险不是在于股市的大跌 而是在于你不知道在做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跌下来的不敢买 涨上去了非命追 然后你真的追在高档的时候 会让你赚钱 如果你赚不到钱的话 那就代表你应该要调整一下 你的操作心态了 你要先找到未来市场资金的流向 然后告诉你说 未来会流行什么样的标的 然后在那个低档的位置点上面 下去做承接的动作 我用这个方式做 我当然可以战胜大盘 我很简单很轻松的就赢过大盘了 甚至在行情震荡整理的过程之中 连续十周都维持一个正的报酬率 这个才叫做超盘手 对不对 这个才叫做能够带你赚钱的一个超盘手 而不是分析师 分析师每天告诉你 当你指数大涨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最好做生意的 每一个人都叫你去追股票 追股票 甚至都叫你去追在那个高高的位置点上面 那你去追股票的你今天回头来看好了 我们再看昨天最热门的 3583的星云有没有 这是半导体设备的族群 一样啊 可是呢 昨天一度亮灯 快要来到亮灯涨停板 最高点的时候 一度快要亮灯涨停板了 如果你跑去追这个涨停的位置 你不好意思 你今天根本没有钱可以赚 你还是亏损的状态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操作是什么 我先告诉你 先预告给你未来机会点在哪边 所以在10月18号的时候 我先告诉你了 半导体设备族群 因为台积电资本支出利多的加持 所以它未来会有大涨的走势 重点是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建厂布局的动作 这个族群有钱在买啦 而且它涨的不会只有一档股票而已 它是一整个族群一起开始动 但是我在讲的时候 没有人会告诉你 因为这一档股票 这些标的都没有任何一家涨停板 甚至有的股票还在跌 你可能会觉得 你可能会觉得洪老师很奇怪 那种在跌的股票我居然叫你买 但是这就是我的操作模式啊 因为我知道说这档股票有人在买 但它回档的时候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跌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 你不知道该什么时机点 开始下去做布局嘛 所以在11月4号有没有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啊 我说台积电它调高资本支出 并且提高本土设备的使用嘛 所以台湾半导体设备族群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的关系 股价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随着中美之间的停火 三星再度启动 记忆体晶片的投资计划 相关的设备族群需求量将谷底反弹 大多的半导体设备族群 今年以来涨幅都非常小 龙头的半导体厂商叫做金鼎 然后呢还有谁 还有告诉你的 红硕 凡轩 红康的部分 都具备谷底转强的机会 都具备谷底转强的机会 所以我先把标定锁定好了 这些钱 它就已经在做布局了 10月18号的时候 那个资金就已经转进去了 所以很多高档的个股在跌 包括什么利基 那些个股都在跌的时候 但是他卖的这些股票 他把钱转到哪里去 他把它转到半导体设备来 所以金流他最厉害的地方 他就是可以告诉你未来 哪一个股票他是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所以我告诉你要尻对不对 11月1号告诉你要尻红康 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 量缩整理测试底部你要去买 所以11月1号进去的红康在哪里 在75块钱 我说这一档股票 它向下空间有限 向上获利无穷 所以你的买点必须要在落势的时候 强势股买拉回 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 未来会过高给你看 未来会过高给你看 所以我向下空间有限 我向上获利无穷 那11月21号的时候 是不是创高了 我说你要做长线的布局 逆大盘的走强 创高获利15% 一个波段上来15% 但重点不是我赚多少钱 而是在于我的买点是不是对的 我的买点是不是在那个 合理的位置点上面 当你看到这个量缩整理的时候 有人会告诉你要买这一档股票吗 不会喔 因为它没有涨 它没有大涨 它没有涨停 所以没有人跟你说 但是这一档股票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我向下空间有限 我向上获利无穷 所以大盘在洗的时候 个股在洗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你不用怕嘛 强势股你买的位置点上面 你只要是对的 你后面都有钱可以赚 但是你等到它已经涨上来了 甚至说1587红康 涨到90几块钱的时候 你才想到去做追价 我说这个叫做爆量长黑 就K线的角度而言 这个爆量长黑一出来 它至少都会洗你一段 所以你希望买在那个滴滴的位置点上面 还是去追那个人家 都已经在出货的高点呢 这个是你的决定 这个是你的决定嘛 所以重点是我们带领会员 带领投资朋友 我们必须要控制风险 你要知道说 你现在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创造 这么好的绩效有没有 领先大盘超越大盘的一倍 超越大盘的一倍 因为我知道买点很重要 你不要去追 今天看到指数大涨你跑去追 结果很多的个股 就变成人家出货的标的有没有 所以追股票真的是 最好的操作策略吗 还是说你应该跟着我们的脚步来 先把一些个股锁定好了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当我的向下空间有限 我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大 我每一档股票都是这样操作的 所以我之所以会在昨天 把持股出金只留一档 这一档股票今天涨停板 为什么 为什么我只留它 因为我的买点在那个滴滴的位置点上 它向下洗不到我 所以自然它又要带我去飞 可是反观 如果你去买宏康买在93块钱的位置 你的向上空间有限 可是你向下的风险就会出来 对不对 所以操作只要按照公式跟方法进行就好了 强势股买拉回 指数大涨不是让你去追股票的 不是让你去追股票的 这里你反而要开始做一些逢高做减码 你现在可能会不认同 但是你等到下个礼拜 你再来看的时候 或许你整个想法都不一样了 操作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你要买在起涨的位置点上面 不要去做最高档的动作 所有的内容我都放在我的 风行超凡式的家族里面 你可以扫一下QR Code 或者是搜寻小老鼠BYR255EV 加入我们风行超盘室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行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不再忘不清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总部 核心抽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忘不清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总部 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不清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洪准 在十二点半到一点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市场资金的流向会决定 未来行情的方向会在哪边 所以当十月份资金在做转入 半导体设备族群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是市场上面 唯一可以领先的布局的一个团队 所以当我们团队在做布局的时候 那些个股都是趴在地上的 但是一直到昨天 我叫你不要再去做追价的动作了 因为很多个股昨天不是亮灯涨停 就是大涨创新高 但是有一些个股是属于高档的 那高档的股票你要卖 然后你再去把资金买在那个低档 准备要做起涨的标的就可以了 所以半导体设备族群里面 包括帆宣的部分有没有 6196的帆宣我们是在59块钱买的 3680的加登在133块钱买的 3587的宏康在75块钱买的 6532的瑞云是在33.35元买的 我唯一留的一档普通会员的标的 就是这一档6532的瑞云 那你说为什么我要你出这些高档的标的 可是呢去要你留下这个瑞云呢 因为两个人的格局跟走势是完全不相同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直接来做检视就好了 盘中我们直接来看 首先第一个6196的帆宣 艾斯摩尔的厂商对不对 我昨天这个亮灯涨停板的时候 我跟你讲什么 我说如果你去追这个涨停 就算他昨天涨停板好了 他锁住你只有多少钱的价差 4毛钱 你只有4毛钱的价差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早上因为行情大涨 你没有去出掉的话 你现在是怎样 你现在是逆势亏钱的 你亏了一块钱 所以呢这个买点很重要 当他已经来到高档 你跑去做追价的动作 那当然他一定会洗你 一定会把你弄到你真的怀疑人生 他才愿意放手 但是呢如果你跟我们一样 是买在那个起掌的位置点上面 那当然结果就不相同了 59块钱的帆宣 你现在看看嘛59块钱的帆宣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嘛 这一个波段上来涨了50% 涨了50% 那我告诉你说59块钱买的帆宣 现在来到88块钱了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你想要去做布局的话 你要赚到50%你要涨到多少 你要涨到132块 所以呢风险跟利润之间的差异别 是不是就出来了 我们之前是风险很小 获利很大 但是现在变成风险很大 但是获利缩了 获利缩了 所以当你来到高档的时候 你务必要做调节 你要跟着我们一起来买起掌嘛 那反过来呢 反过来瑞云的部分呢 当时我的买点在哪里 11月25号的时候 瑞云6532的瑞云在33.5元买进对不对 投资朋友可以在哪里成交 在33.35元做成交的动作 有涨吗 没有涨 当时他还是跌的 但是在跌的时候有人会告诉你吗 不会都不会有人跟你讲 但是我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当时的这一张线图我秀了很多次 我怎么说的 我说你从量占比的角度来看 从700来到360 量说整理的格局 为什么突然之间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那这些资金它是一般普通人吗 绝对不可能是一般的普通人吗 它不是一般的所谓市场上的散户嘛 所以呢 当你这张股票出现了 量占比从700来到360 已经有大量的资金 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的时候 强势股你要买在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所以当时我的买点才会是买在黑的 买在它跌的时候嘛 买在它拉回的时候啊 那我在跟你讲的时候 没有人会相信 绝对不会有人会相信 因为你们都喜欢看画面 喜欢看到它涨停板的时候 才会去相信它 但是呢 这个买点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带领着会员投资朋友 在那边中压 而且一买就是四分之一的部位哦 四分之一你一百万你就买二十五万 一千万你买两百五十万下去嘛 你要买得够多够足 你未来涨上去的空间 你才会赚得多啊 所以呢你看到 当时我给大家的理由 第一个半导体设备厂这是第一件事情 未来就是走整个半导体设备的族群 然后第二个呢它具备高值利率 你打开它的EPS来看 6532的瑞云有没有 我们看它的EPS就好了 去年赚了3.46 到今年前三季已经赚了1.93 它赚了1.93 所以你看它的股价 30块钱的股价 33块钱的股价算是贵吗 它是相对便宜的标的 而且它重要的大块物是谁 是台积电 所以当台积电未来会蓬勃发展的时候 那你认为这档股票有没有机会 但是再有机会的股票 你的买点都一定要正确 当我买在这个位置点上面的时候 我向下空间有限 我向上获利无穷 这个买点才是最好出手的时机 但是我在买的时候指数有涨吗 也没有涨啊 我在买的时候行情有大涨吗 还没有嘛 所以在还没有大涨之前 我们先率先去做布局的动作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瑞云是怎样 亮灯涨停板嘛 那你的买点在哪里 我的买点在这个地方啊 我说它的向下空间有限 我向上获利自然无穷大 所以它没有办法把我洗掉的过程 当然它就要带我去飞 有没有 今天涨停了 我唯一留的就这么一档股票而已 普通货源 所有的股票通通出气 就唯一留这一档 结果这一档股票亮灯涨停板 目前锁了1444张 半导体设备族群嘛 我没有提前跟你预告过 半导体设备族群 樊宣家登 宏康 瑞宇嘛 我有跟你讲十档 白档 有涨就算绩效吗 并没有吧 我锁定了Focus的最重要的这些重点 就是在这四档股票里面嘛 那同样的 你现在这个低档的位置你不敢买 你等到高档的时候才想要去追的时候 当然啦 你现在想追都追不到了 你想买都买不到了 个股之间内股它会走轮动的 市场的资金它不是死的 它是活的 它会依据市场的变化 然后去找寻最有利的方向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所以它今天买的第一笔 就会买第二笔 就会买第三笔 那它就会把股价从底部 开始慢慢的往上去推上来 那你只要买的点位 是在那个底部起掌的位置 它在推上来的过程之中 那个就叫做坐降 那个才叫做买起掌嘛 所以我不只示范樊宣给你看 我们当时在买这个半导体设备机台 我说这个机台很重要 因为未来三星台积电 他们全部都会用这个机台 所以当我知道说商机在这边的时候 又有资金在做大量转入 靠力去就对了 所以我跟你讲樊宣我在买的时候 它也是跌的 强势股买短线上弱势的时候 59块钱市价买进58.9元 可以让你成交对不对 那你买进来了 当时的买点是这样啊 有涨吗 这个叫做量占比从800来到40 这里已经有大量去做转入的动作 强势股买短线上弱势的时候 那样说整理的格局 一旦量增突破它开始做表态 你不能在表态的时候才下去靠 你要在它回档的时候 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11月25号 11月份最强的就半导体设备嘛 再创新高对不对 来到72.7元 然后呢 到11月26号来到75.9元 对不对 昨天 前天来到12月11号来到80.7元 我说股价越涨空单越多 筹码越来越稳定了 卷支笔开始大增 重点是它在展开它的嘎空行情嘛 所以它在嘎上去的时候 它在嘎上去的时候 一直到12号的时候 它的BIOS来到新高 我叫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做追价的动作 因为空单如果投降了 那拍谁 这档股票呢 至少会进入一个短线上面整理啊 BIOS过高 均线乖离过大 它一定会做收敛的动作对不对 那你看看它今天有没有做收敛 6196的樊宣啊 同样都是半导体设备族群 为什么瑞云会涨停 但是樊宣却从高档开始滑落 坏 买期涨 卖高档 这个讲起来真的很简单 但是呢 要你做得到真的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做股票真的不是三十两十的事情 你要有很长时间的经验 用经验去累积 还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而且你重点在于心态 在于心态方面 所以从当时有没有 接棒怎么 我说洪杰克卖掉 雍智克卖掉 玉泰卖掉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接棒的人在哪里 就是在半导体设备族群嘛 谁可以领先大盘 我有在乎大盘的涨跌嘛 我只要求一件事情 我要在利空的时候下去做布局 但利多的时候我才有股票可以卖 所以当你看到川普都在那边 放这些狠话的时候 我说难得的买点 你一定要把握起来 可是当中美贸易大战 来到一个谈判阶段的时候 我现在要告诉你 你要保守一点 你要把资金抽回来 等待着下一次进场的机会 那现在我们几乎把所有的股票 通通出清了 逢高来去做解码的动作 下一个机会来临的时候 下一个半导体设备 类似这样的族群来临的时候 下一个瑞云可以买的时间点 来临的时候 你要不要跟上脚步来 就给你一个机会嘛 如果今天把时间再拉回到10月份 在那个全市场一片恐慌的时候 叫你去买半导体设备的时候 你如果有跟上脚步来 今天这一根涨停板 你不就可以赚得起来了吗 而且你买的位置点上面是在哪里 是在它风险最小的时候 我向下空间有限 我向上获利无穷的位置点上面 全市场能够做到这几 这件事情的 我跟你讲没有几个 真的没有几个 所以务必跟上脚步来 因为下一波的行情会更大 会更大 中美贸易大战和谈 它会有短线上面回档 但是回档不是走空 我先讲好 因为我下档的支撑很多很多 所以这不是一个空头的走势 它是一个短线上面会做一个回撤的动作 回撤支撑你一定要勇敢的下去做布局 下一个接棒者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半导体设备族群 半导体设备族群陆续的获利了结 陆续的获利了结 下一个接棒者们准备在一起 赶快跟上脚步来 跟我们一起来共创双赢 现在已经是一个打团体战的时代了 你不要再孤军奋战了 赶快拨通电话 让我成为您登峰的祥导 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现在有用小钱赚大钱的方案 现在加入我们年后 再开始做会期的起算 我们一起先来赢金属年 时间的关系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 运通彩金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7月起 每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通彩金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嘿嘿 阿玛姨 你好吗 你在抓狗 哦 我是在抓慧玄啊 你看 弓卫他儿子选立委 他到处拜票还送礼咧 那你要怎么抓 我用手机啊 我把他慧玄的行为拍下来 把证据交给警察 要是检举成功 还有奖金咧 我要用这笔